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 父母意外身亡 在刚失去亲人后不久 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便被23名债主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偿还父母生前欠下的百万多的债务 那么究竟是人死债销还是负债子还呢 据《齐鲁晚报》报道 2018年1月17号 威海市民孙中和妻子刘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去世 9岁的孙雪和1岁的孙宇就成了孤儿 那么生前啊 孙中和刘美夫妻呢 在威海京区博鱼镇及荣城市马道经营了两家农资经营部 有时候呢 需要对外借款 并且通过预付款的方式进行促销经营 那么在得知孙中夫妻去世消息以后呢 为了索要债款 那么很多债钱人呢 就纷纷起诉到了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孙雪和孙宇姐妹俩呢 就被列为被告了 那么孙雪和孙宇的爷爷孙建国 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够为两个孙女留下房子 确保孩子有稳定的住所 也方便以后学习生活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 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孙中和儿媳 在生前呢是有一套还有银行贷款的房子的 那么2018年5月底最终呢 法院审理认定这23起案件的总债款 大概是118万块 由于孙中和刘美遗留的财产呢 仅仅是上有部分银行贷款的经济试用房 和部分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 而经法庭依法判决的债务总额 远超过遗产的总额 那么由此就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两个还很年幼的孩子 是否对于父母留下来的这种遗产 没有办法享有了 当债务人也就是欠债的一方去世以后 那么作为借出钱的人 那么他们又该怎么讨要债务 就是相关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云南大涛律师事务所 婚姻家庭法律事务部主任 国家婚姻家庭咨询师 台英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台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感谢台律师 首先啊 我们大家需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父母一旦去世了 那么作为他们的孩子 需要替他们来还债吗 这个就是我们民间经常所说的 负债只还 或者就是说只债负偿 就民间有这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来判断呢 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 父母留下来的债务 那么子女从法律上讲 并没有义务去帮父母来偿还 那么子女留下的债务 父母也没有义务去帮子女来偿还 除非就是日愿偿还的除外 就如果自己不愿意偿还 那么从法律上讲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义务的 那我们经常有时候 可能是在电视上啊 或者在有些影视剧当中 可以看到好像父母去世之后 然后子女去帮着偿还 那么这个呢 更多的是体现一种 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那么他愿意来承担 就是说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债务 但是这个呢 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 所以说不存在负债子还的这个说法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子债付还啊 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 那么他可能会在外面呢 透支自己父母的这个钱 甚至呢去在外借钱去消费 那么最后呢 父母还是会还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案例 是的 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现目前这种民间借贷高发 就像很多小贷公司贷款啊 之类的这种年轻人呢 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小贷公司 找这个实际的这些债务人 比如说还不出来的话 那么就会通过各种的渠道 去向父母啊 向亲友这些来要 那么实际上从法律上来判断 如果这个孩子 他已经是成年了 年满18周岁了 或者就是说年满16周岁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的 那么我们认为 他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那么成年人所欠下的债务 他是应该自己来承担偿还责任的 他偿还不起 那么父母或者其他亲友 都从法律上讲 都没有义务来帮他偿还 父母帮子女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呢 仅限于在子女未成年之前 那么比如说子女 有一些侵权行为 给其他人造成了损害 那么这个时候 子女因为是未成年人 他还不具有赔偿的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由监护人代为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存在说 父母帮孩子 因为孩子的过错 帮孩子去承担一些 民事上的赔偿责任 但是呢 就是说当子女成年之后 那么如果发生相应的债务 这个从法律上来讲 是和父母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法律上的成年之后 是指的是18周岁 还是16周岁呢 法律上准确的说 应该是我们国家 年满18周岁 是算成年人 但是呢 有一部分特殊的 比如说他年满16周岁 他可能就不上学了 他就出外工作了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 那么这一部分群体 法律上讲 视同他为成年人 所以说如果有些人 年满16周岁没上学 自己打工养活自己 这一部分视为成年人 正常情况是年满18周岁 那么就视为成年人了 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 很多大学生呢 各种校园贷 最后呢是家庭一起帮着还 事实上在法律上来说呢 就是他只要是年满18周岁了的话 那么父母就是没有义务来还 当然了 现在小贷公司 他会有各种这个方法 让你想办法来还钱 那么这可能又涉及到 是否违法犯罪的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那么就本案来说 这个案件当中 孙中夫妻两个去世了 那么留下了两个女儿 那么这一双儿女 实际上他是不需要 替自己的父母去还债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孙中夫妻俩呢 他们最后也留下了一定的财产 需要两个女儿来继承 那么也就是一些 农药化肥的农资产品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还有贷款没有还的 一个经济试用房 那么是否需要两个女儿去 把这些遗产全部偿还了债务 还是说这部分遗产就完全归 两个女儿的呢 从法律上讲啊 首先一个合法的债权 它是受法律保护的 就是说这个孙中夫妇呢 如果在生前确实向他人借有款 或者是欠上一些货款 那么这些合法的债权呢 是受法律保护的 那么这个债务呢 是应当要清偿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不存在负债子还的 这个法律规定 但是呢 孙中他们如果留有遗产的话 那么他自己的遗产 是应该用来清偿债务的 那么我们国家的 继承法也有明文的规定 就是说 如果你继承人 继承了遗产的话 那么这个被继承人 他有相应的债务的话 那么继承人应当是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 来清偿债务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呢 也就是说 被继承人如果生前富有债务的话 那么你有相应的继承人 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 那么在他这个遗产的价值范围内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被继承人留下了100万的遗产 那么你继承人继承了100万这个遗产 那么如果他对外富有债务 那么你继承人就有义务在这100万遗产的范围内 去帮他来清偿这个债务 实际上说呢 是用被继承人的财产来还了被继承的债务 这个并不是一个代产的行为 而是因为说你继承了他的遗产 你帮他履行这么一个手续 就是说从他的遗产范围内 去帮他偿还他生前所欠下的债务 那么本案呢 也同样是用这个规定 如果两夫妻有遗产 那么他的女儿继承了这个遗产 那么他也有义务去在这个遗产范围内 来帮着父母来还这个债务 但是呢 如果他的这个债务金额会非常大 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遗产范围了 那么超过部分 这个子女是不负有偿还义务的 那么对于这些出借人来说 也就是债权人来说 如果对方的遗产不够偿还他们的借款的话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们的钱就要不回来了呢 就是说超出不够偿还的部分 那么他们就要不回来了 一般法院对于这种有多个债权人的话 一般是就是说不够清偿的话 那么是大家一起参与分配 也就是说按债权比例来清偿 就算出债权的总额 每个债权人在这里面占多少比例 那么这些财产有多少 大家就按照自己各自占的比例来清偿 剩下的不够清偿的部分 那么没有其他的遗产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相当于就要不回来了 那像这个案件有些特殊 因为父母双亡只留下了两个孩子 那么这两个孩子呢 他还面临那日以后成长的花费 以及呢上学需要的住处等等 那么所以呢 爷爷就希望能够把这条房子 留给两个孩子 但是呢很明显 自己俩对外的欠债呢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化肥农资产品 事实上根本就不够偿还的 那么就必须加上这个经济适用房 但是呢爷爷这一方 又想为两个孙女留下来 那这种情况能留下来吗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国家继承法 以及继承法的司法解释 那么都有明文规定的 就是对于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那么法律是要保护他的一个权利的 在继承法司法解释 第61条就明确规定 如果继承人当中 有这种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即使遗产 不足以清偿债务 也应当为其保留适当的遗产 那么本案呢实际上他就符合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就说他们遗留的两个孩子 一个九岁 一个一岁 那么都还是未成年人 那么他们都还需要就是说 相应的这个成年人来进行抚养 他们又没有生活来源 现在也不能独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法院应当是要为他们以后的生活 做一些适当的一些财产的一些保留 当然这个财产的多少呢 法律是没有规定的那么细的 就可能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根据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准 那么保留适当的一个份额 那么根据表案的一个案情表述呢 我认为他们要求保留这套房子呢 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案情表述提到这所房子 一个它是一个经济试用房 那我们都知道经济试用房呢 那么它不像我们的商品房 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 另外一个呢 这套房子还有一定的贷款 也就是说还没有取得完全的一个使用权 那么两个孩子呢 他确实也需要就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居所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案子当中综合起来评判的话 那么这套房子还是有可能保留的 比如说他这个房子价值很大 那我们认为法院可能就不会这样处理了 法院就有可能说这套房子把它拍卖变现 然后一部分用于清偿债务 然后留下一部分钱留给两个孩子 作为生活费啊或者抚养费之类的 所以这个具体保留多少份额呢 要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来裁量 但是呢应该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保留相应份额 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这一点是要基本要有保障的 那么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22号 这21起案件呢 已经全部是终结执行了 那么根据执行裁定呢 孙中夫妻俩生前经营的农资部的化肥农药 还有汽车美容店遗留的物品 还有所投的保险收益呢 所有的这个执行款是将近10万块钱 那么各申请人呢是按照比例受长的 申请执行人也同意 由孙建国也就是孩子的爷爷 支付1万块钱以后 放弃对遗留房产的处置 同意两个女儿分得遗产份额 那么事实上1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债务 最后呢也就是才10来万块钱 那么每一个债权人呢 应该分得的都不是很足额 或者是相差很大啊 但是呢为了体现 对于两位成年子女的这个保护 那么法院是把这个房产 应该是判给了两个孩子来继承的 好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云南大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婚姻家庭法律事务部主任谭英律师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具体的了解我们本期案件的图文资料 以及往期的精彩案例点评 另外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都欢迎您通过添加15974827467 15974827467 这部电话号码的微信号 向我们进行咨询和交流 给大家提供法律问题解答的 都是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了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